大家好 看一下有认识这款菜的吗 它既不长在地里面 也不长在大棚里 它就是长在树上的春芽 春芽又叫泰河贡春 以前是进贡皇宫的贡品 因为泰河沙河边 独特的气候和土质 滋养着它的生长 所以在安徽泰河县盛产贡春 今天就用它为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咸香味美 营养不流逝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接下来把春芽摆放整齐 把春芽的根切掉 切好的春芽放到碗中 加入清水 放入一勺食物盐 食物盐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效果 放在这里浸泡五分钟 然后我们准备一块地锅豆腐 把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条 改刀把它切成豆腐丁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小米辣 把它切成圈 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 放入半勺芝麻 浇上适量的热油炸出香味 再放入小末香油 食物盐适量 鸡精适量 再放入适量的凉白开 泡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春芽泡好了 多抓洗几遍 用流动的清水 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水烧开把豆腐放进来焯水 放入食用油炸 放入食用盐 放入食用盐增加底味 豆腐放进来焯水 是把豆腥味去掉 焯好水 捞出 放到凉水中过凉 把火关掉 春芽放进来烫一下即可 老抽 老抽放到凉水中过凉 把锅好凉的春芽放到案板上 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 和豆腐放在一起 把我们调好的料汁浇在上面 炒拌均匀 哇真的是太香了 美味鸡成 倒入盘中 好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春芽拌豆腐就做好了 我先来尝一下 嗯 豆腐鲜嫩入味 吃过春芽满嘴流香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就收藏转发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点击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